寻找姓名的,B2到B37在哪里呢?看一下 B2第一格叫做林心博 B37是什么?许廷雅 想问什么?里面有没有空白的啦 如果有字的话就出来 再次要星号是表示什么?所有字元 问号表示一个字 OK吗?那在语法里面呢?来来来来 请问B2到B37有名字有几个? 我们不是有36个人吗? 当然就36,来打打看哦 我打在下面这里好了 等于Counterif 请问B2到B37是针对这个范围哦 那碰到文字要加双引号,你要这样打 不可以只打双引号 几个?36个 老师,不加双引号会怎样? 试了马上知道了 试了马上知道,告诉你语法错误 不过这错误他不会告诉你原因的 他只会出现错误而已,你听懂吗? 所以想跟你讲一下,没有加就错了 碰到文字,星号也表示文字 拼到大于等于要加星号 文字也要加双引号 Sorry,不是星号,双引号 36个 这个 那如果不等于呢?一起打 小于大于就叫不等于 什么意思?空白 我想打在隔壁这里,我应该打在这里 等于CUNTIF V2 冒到V37 对不对? 不等于星号,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其实一种找什么空白 没有啊,我删掉一个 把张佑文删掉咯 所以这里面有名字几个? 35个,空白的几个? 一个 你看懂吗? 有名字的一个,我再删掉一个 有名字的三四个,没有名字的 空白的两个 不过空白我们不会这样下咧 空白来,再看一下空白下吧 这样打太啰嗦了 刚刚的IF V2冒到V37 Sorry 要怎么打? 合在一起打就好了 中间不用... 里面不可以按空白键喔 空白键是一种看不到的字元 算有字喔 这两个双号一代就是空白了 这边啪啪啪啪啰啰 不等于星号 你就打这样就好了 中间没有任何东西 不过空白通常不是用这两个人 用谁? 空白有它自己的函数 叫Counter Blank 我们会用这个 那这个更简单 你只要给它什么? Range V2 到V37 这样就好了 找空白我们会用这个 找空白我们会用这个 那你得看懂它喔 这也是一种空白 这也是一种空白 要换你了